位在大午乡上午村 有一处在地人充满回忆的 上午摊贩零售市集 早期人潮络绎不绝 但是因为人口外流 以及消费模式的改变等因素 越来越少人到市场了 摊贩也陆续的搬走 而为了要利用市集的场域 大午乡公所 特别透过地方创生计划内容 将新美化市场周边的环境 未来会朝向创生基地 为目标的方向来迈进 位在上午村的摊贩零售市集 可以看到许多摊位空着 但在早期这里可是人潮络绎不绝 但因为人口外流 与消费模式改变等因素 越来越少人到市场 而摊贩也都陆续撤走 现在只剩一个摊贩 舍不得离开 没有人啦 越来越少啦 我姓姓他们去卖猪肉 他们都没有了啊 大家好朋友啊 这些我们老人家都在这边 比较没办法啦 他们说你都依恋这里 我说当然啦 很久了 为了活化零售市场 相公所透过地方创生计划 将先美化市场周边环境 未来则朝创生基地为目标 因为市场在于这个时代变迁之后 整个消费习惯改变呢 逐渐的没落 造成箱内的一个张望点 那我们希望借由这个计划呢 让周边的环境美化恢复起来 然后接着我们会继续再找一些经费 来投入在市场整个改建 那未来希望整个市场 是能够朝着做一个创生基地的方向 或者是一个厨艺学校的这个概念呢 结合我们社区来使用 上午摊贩零售市集 不敌社会变迁渐渐没落 但这是大午相民充满回忆的地点 因此相公所规划零售市集转型 重新活化 让市场能换个样貌 重新再使用 就讲解大午相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